种族议题还包括全美各地现在迎接返校日 拥有多位华人学生 甚至拥有中国同学会的维吉尼亚联邦大学 最近也传了出来出现歧视少数族裔的标语 让不少的华人学生还有家长 对于这一类的校园暴力感到担心又害怕 一份来自于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的校园传单显示 有一所社团正在招收心血 但是主要诉求是宣传过去以白人为主的民族主义 面对这一类的情况 大学发言人也说尊重所有学生 都受到第一宪法修正案的保护 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是也鼓励学生和教职人员 要来多进行良性沟通